你好 我是这样子的 我在旁边公司干活的 今天老板没给工钱 我实在是有点饿了 你这个能不能请我吃两块呢 可以可以 那我给你看一下吧 谢谢啊 没事 不用这么多 一点点就够了 不用这么多 没事 吃得完再一点点 垫一下肚子 哎呦太多了 吃肉可能吃不饱 我去旁边给你打个凉面吧 不用了不用了 没事的 这个吃的吧 我够了 够了吗 对麻烦你了 那你旁边坐着等我一下 我马上给你端过来 这个可能要煮两分钟的 好的好的 谢谢了 坐一下 好 哎呦谢谢了 这么晚了没吃饭 真的是太辛苦了 你们来这里有水 我说煮一两串 你煮了这么多浪费了 现在也没什么人了 今天不卖完的话 明点是不能压了的 这个 哦这样的 哎对呢小姐姐 我刚看你身上 有根管子是什么情况啊 得了重病 啊方便问一下什么病吗 要得这样的 啊你得这个病你还要出来摆摊啊 那不是很辛苦啊 没办法呀 真要费啊 而且你看 哦这个爷爷那么晚了 还在这里摔垃圾 也是挺辛苦的 嗯 他们跑三轮都那么晚了 出来躲三轮也是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的嘛 你这么辛苦 你爸妈怎么不出来帮下你呢 我爸爸在我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我了 啊 不好意思啊 没事 爸爸在临终前拿着我的手 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以后没有人帮你的话 那证明你的生活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嗯 其实我爸爸走一走 对我来说还是一些很幸福的事情 他不用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有时候听到我妈妈 偷偷的人 哭啊 那些 特别辛苦 我也很容易 我妈妈身体也不好 所以我就吃来摆摆餐 这年医药费 那你这样偷袭的话 一个月花多少钱了 一千多块钱 那还好啊 才一千多块 他是不是报了过后一千多 不报的话要四千多了 我就国家政策好 对国家政策挺好的 你在摆摊的话 一天能赚多少钱 这个能赚什么钱 这个多的时候就一百多 有的时候就几十块钱 那你这一天要偷袭多少次 三次 是在家自己偷 那你这个病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换肾才能治愈啊 是啊 不换肾的话就只能偷袭 延迟生命 好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 哪有求换肾 换肾都要几十万 对国家庭很大 就觉得那么多人 为什么这种事情 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 很难接受 就有一段时间 就感觉自己太有抑郁了 那种 我现在看你挺坚强的 是释怀了是吧 没办法嘛 家里也没有一个 可以依靠的人了 就只能自己出来 摆点地摊 挣点钱 就只能特施维持生命 要不就是换肾 没有两个花 但是 钱也没有 顺缘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那真是麻省 专挑戏数段 厚运专找苦命人 有办法嘛 生活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 那你这一般 晚上什么时候回去啊 一般摆到 两点左右吧 两点 这么晚回去 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我连生病都不怕 我还怕这个晚上走路这些嘛 我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的吗 不要 你自己都在跟你上面干活 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好 好好 一定要加油啊